这些疾病没戏啊 这些疾病没戏啊 甭开甭开 来来来 你坐坐坐坐 哥们我请教你一事 你说兄弟我 也算一帅哥吧 可为什么我 总是搞不定那些女孩子呢 光凭外表是没用的 搞定女孩子们技术活 给给大伙讲讲 来来来 以我的经验来说 搞定女孩 会有三种情况 味道怎么样 不错 红酒的味道 也不错 我们来找个地方聊聊 去哪 附近和宾馆 安静很好 我明天早上要上班 有话迟到 我送你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 双方你请我愿 互相有感觉 那第二种情况呢 第二种情况 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突然有一种 恋恋不舍的感觉 要不 要不 我们来找个地方聊聊 这附近和酒店 环境非常的好 要不我们去那开个房间 这不太好吧 这太快了吧我觉得 而且 其实我们 也不是很熟 这话我太熟了 每回女孩这么一说 我就回家洗洗睡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失败吗 因为你太要面子了 这个时候你要学会不要脸 学会撒娇 还有 眼泪也是一种武器 现在是我刚跟女朋友分手 现在每天晚上 我们一个人都睡不着 我就想你陪陪我 我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我发誓 如果我今晚碰你一下 我就是小狗孙呢 你不是发过誓晚上不碰他吗 那叫什么搞定 我说了今天晚上不碰他 对啊 过了十二点还算今天吗 对啊 高啊 过了十二点就不是今天了呀 真的高 那第三种情况呢 问的 有思想 要不 我们来找个地方聊聊 我再给你讲讲酒吧的事 你再跟我聊聊文学窗的事 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啊 这附近有个酒店不足 要不我们开个房间 好好再聊聊 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是想太多了 我不是你想的那么随便的人 这种情况你没戏了吧 啊 是的 对你来说 没戏 但是 他碰到了失误 贝贝 听你这么说 我真的很感动 其实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是故意试探你的 如果你答应跟我去酒店的话 我真的会很伤心 也会很难过 现在这个社会像你这样的女孩 真的不多啊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我到了 我到了 我送你上去吧 不用了 没关系的 你放心 我真的没有其他想法 就想看你安全地走进家门 到了是吧 行 那我先走了 早点休息 我们晚餐吃得早 我饿了 也怕你会饿 就自己做主了 给你买点吃的 我待会儿随便找个地方 吃点就行了 等一下 进来一块儿吃吧 太有才了 记住了啊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起立 挺胸 双腹 用胆挺呼吸 唱 我很穷 我没有钱 太笨了 我教她多少次了 来来来 我给大家买蛋挞了 吃蛋挞啊 谢谢嫂子 刚才彭哥又给我们上一口 太有收获了 吃你的吧 来 快吃快吃 大家该干啥干啥啊 来一个 尤美 你怎么来了 我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啊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谁 ι 什么事啊 没雷尔 Mohammed 我刚好经过这儿 你在这儿上班啊 对啊 没事 我就随便逛逛 你先忙吧 我先走了 站住 把手机给我 拿过来啊 我不是说过 再有机会见面 我就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吗 谢谢 喂 你好 请问哪位啊 娜娜 喂 娜娜 我没看来电解释 我不知道是你啊 有事吗 乐队间排练 我得去捧捧场 哎呀 你干吗呀 吓我一跳 我 没事啊 你干吗去啊 我妈明天约我逛街 我晚上不回来了啊 我回家住 我妈可又说了啊 让你赶紧攒钱买房子 别老租这么贵的房子 听见没 听见 喂 喂 那个娜娜今天约我了 送上门来了啊 先带着看场电影 找个地方聊聊 今天晚上我家没有人 我让她来家里吧 真可呢 你小子 那我怎么说呀 哎 我告诉你 这个电影车非常难打 喂 娜娜 你在哪儿呢 建国路 我也住建国路啊 我跟你说 我家有只只吃素的猫 它平时就吃水果和菜叶 从不吃肉 你有兴趣来看看吗 我信你了呀 等一下 哎 小姐 我给您问一下 您找那六号楼二单元在哪儿吗 你前面右转左转 然后再右转就是了 哎呀 这机器怎么还坏了呀 要不还是聊会儿天儿吧 聊什么呀 好 这机器怎么还坏了 随便 好吧 你们家那只猫呢 其实 我们家根本没有猫啊 你要是想的话 你就把我当做那只猫吧 你不是不指婚吗 把我当做的 敌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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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回到我刚刚上车的地方 测灰 谁在里边 王八蛋给我开门 测灰 你骗了今天 一会儿我开开门暴露了 你什么都被管 只关跑 明白了吧 误会 这绝对都是误会 包 女孩的包 那我给她送一趟啊 包包包 别管上下来先紧紧再说 哎呀 吓死 吓死我了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